就是卡在那里 动弹不得的那个64公里长的 战车跟运输车都这样 然后上面这个兵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可是这张照片更惨 这是在乌克兰的某一家便利商店 那他怎么了 他喝醉了 他喝醉了 他发现这个乌克兰便利商店里面 居然有他最喜欢喝的福特加酒 然后福特加酒 他不是小酌保暖 不是买醉 我要把自己灌醉 为什么他要脱离战场的现实 这个战场实在让他的压力受不了 他不想再继续打仗 可是他不能跟普丁抗命 只有用罪来麻痹自己 所以你看他把自己灌个烂醉 躺在超商里面 不省人事再也不想醒过 那他的军队不会把他抓回来 小逃兵 可能他的排长也正在找酒 对因为这个战场的景况 实在超过了人类的一个抗压 因为不人道的指挥跟领导 还有大家看下一张 下一张是我觉得乌克兰这一次 有一招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用他的弱点 去打敌人的强点 你叫乌克兰的战车 去打俄罗斯的战车 我说句实话打不过了 你叫乌克兰的士兵 炮兵打炮兵也打不过 可是我用我的反坦克武器 我用我的汽油弹 去打这些东西 他居然国防部公布了照片 好像抓通缉犯一样 寇姐我告诉你 然后跟乌克兰人讲 看到这些 就用他们的什么 自己做的士组的汽油弹就可以打 就可以烧毁了 这个东西我们打仗常叫 叫做直管通知情监真 指挥管制通信 侦查监测 还有搜索 都是这些东西 这都遏制的 都是遏制的 这叫通信武器 你看这两个像苍蝇拍一样 这个是所谓的批就是多波道的东西 就是我可以在战场 你的电话可以互通的 然后这个呢 叫做遮障 就电子干扰 我发出之后 周遭的所有的电子干扰的器材 都不能使用 就你让这些乌克兰的士兵无法通信 那这个一根天线 一根天线 就是所谓的无线电机 我可以直接回报 我现在什么位置 哪里有什么状况 所以这一些所有东西 都是指挥管制通信使用的 就是俄罗斯军人进入 他们的这个乌克兰领土的时候 要互相联系 对 那这些东西呢 这些里面的士兵 都不是一流的战斗兵 他是通信兵 他是负责帮你架电线的 负责帮你接电话的 负责帮你传递情资的 所以汽油带来了就赶快跑 所以他不是一流的战斗兵 他的专长不是打仗 他的专长是通信 所以破坏他们之后 让他们无法联络了 你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以后 破坏一辆车子 它的遮罩大概三到五公里之内的 通信都不通了 那你三到五公里里面 你有再多的战车 再多的炮车 没有通信我打谁啊 没办法联系 我没有目标啊 因为没有透过这些车辆 我找不到我的目标 没有目标我怎么设计 所以你看 乌克兰国防部 透过推特 来这个联系 他们的民众 而且这些车 大家说一定不好找 很好找 因为他都在制高点 因为他要连城通信网 他不会躲在三沟里 也不会躲在地下室里面 他躲在地下室里通不了 他们是战车运过来的吗 还是他们直接就 自己开过来 自己开过来 那因为这些车辆 其实很好找 那可是呢 如果一般的百姓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 这好像我们以前当兵 那个敌基建识别图一样 直接告诉你 这个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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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出来之后 如果你不跟民众做教育 民众发现这个车辆 在我们家旁边 架设一个东西 你不会觉得他有危害 这个俄罗斯人 还好不是站 还好不是站车 还好不是炮车 还好只是通信车 那你现在才发觉 打掉他 比打掉站车 所以就真的是全民皆兵了 已经15天了 这些通信的 这个设施的车辆 我们有吗 我们有 我们是美制的 这二制的 对我们的不比他弱 我们比他还强 太厉害了 对所以大家汉光也 到时候注意一下 你附近有没有这种车辆 这都是整个指挥的命脉 所以刚刚讲到 这个乌克兰 虽然他的那个 反飞弹的这个系统 跟设备一开始 显然不够多 那现在已经补了 快两万多没了 然后同时呢 别的国家也有提供他 一些这个武器 更重要的是 其实是士气 全世界人都在替他打气 连他们自己俄罗斯 出来的什么女网选手 也在捐钱 然后他们自己的参谋 总长 这个也也什么战死沙场 这叫做同仇敌忾 对啊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他们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人冒充难民 也可能是一起逃走 那不叫冒充啦 厚姐那叫逃命啊 怎样 我上了战场 因为普丁把我们这些义务役的士兵直接本来告诉我要到克里米亚 要到这个顿巴斯地区去维护和平 人家拿了玫瑰花欢迎你来的 我到了当地觉得不是 但是拿了玫瑰花的瓶子里面装的是汽油弹要打我 所以我与其继续当兵 我还不如脱下军服 然后换上当地老百姓的便服 跟着你一起逃 对 反正都讲俄罗斯语嘛 都是讲俄罗斯语 所以有被发现吗 发现了也没有关系 那总比他拿的枪打我好嘛 那我们就一起逃吧 所以说这十二万人里面 这个一万两千人里面 可能真的有很多不是战亡的 是直接把脱盔弃甲直接逃兵 而且他们也他们的这个 在俄罗斯的父母也很可怜 一直要找他们 俄罗斯的父母听到他逃的应该蛮高兴 至少他可以存活 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语言 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到台湾来 如果进入台湾也可以一起这样子 欢迎你投入我们自由台湾的行列 讲话要小心一点 所以他们的俄罗斯 如果他们讲俄罗斯话 跟乌克兰的俄罗斯语 不太一样 应该也有方言上的差别 不太一样 就像中文一样 中文你大陆过来讲的中文 跟我们台湾的中文 也不太一样 可是这场战争 真的是一个人性的考验 只要能够符合人性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逃兵 大家就忍耐一下 总比拿的枪打你好 好 这个真空弹 他们真的用了 对 那叫急速飞弹 所以他从现在十五天的这种战事的记录 被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被控诉 这个泽伦斯基说他是战犯 而且大家认为他可能在战事结束之后 现在他的一个全部的大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他可能会进入军事法庭被审判吗 不是可能是一定 按照普丁现在的做法 他早就已经违反国际的战争法 对 用那个真空弹就不对了 用急速飞弹就不行了 对 打平民 打医院 打妇幼的设施 然后对于平民的集合住宅来轰炸 这都早就违反战争法 请把你的频道转到152台 明示台湾台 锁定 那新闻152 明现场也别着ps等 明 Everyday 明 Minister 明镇 明镇